全球迈向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方向而努力 多国已经渐渐不需要戴口罩 如今台湾也终于等到这一天 台湾政府今天宣布 从12月1号起解除在室外全程戴口罩的规定 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今天宣布这项最新防疫措施时指出 考虑到台湾疫情逐渐趋缓 决定解封室内强制戴口罩令 但是在室内人潮拥挤的特定场所 民众依然需要全程佩戴口罩 除了解除室外口罩禁令 台湾餐饮场所也取消不得逐桌敬酒的规定 至于岁末跨年大型活动的口罩规定 就要看近期的疫情变化而定了 期待